长得漂亮的女生不一定很乱 出了酒吧就吐的女生也不一定很乱 但是符合我今天说的这六点的女生一定不简单 这期视频呢 大学们一定要认真看完 不管你是刚入社会还是母胎单身 只要你想要找一个靠谱的女生谈恋爱结婚 这一期我建议你收藏 知己知彼才不会人才两空 第一个 看这个女生的异性朋友多不多 我们主要看比例 正常情况下 女生的女性朋友会多一些 但如果你喜欢的女生 异性朋友远远超过女性朋友 而且女性朋友几乎没有几个 那你们要小心了 这样的女生很可能喜欢养育 因为女生分辨绿茶的能力很强 而且喜欢养育的女生 更愿意和男生们待在一起 如果有机会 你们还要观察 她与异性朋友的相处方式和边界感 有些女生和异性朋友之间是君子之交 而有些女生和男生扑克都打了 还说跟她是纯洁的朋友关系 如果她和异性朋友的聊天话题 总是很露骨 经常开一些带颜色的玩笑 那你们要相信她的底线一定很低 第二个 要看这个女生是否爱喝酒 不爱喝酒的女生经历通常比较简单 但如果这个女生喜欢喝酒 就要多留意了 观察她喜欢喝什么酒 去哪里喝酒 那有些女生呢 喜欢和姐妹一起去KTV 喝得开心唱得尽兴 这些女生呢 通常只是喜欢喝酒玩乐唱歌 那这样的女生呢 交往起来可以放心一些 因为即使在家 她还是会喜欢喝酒 而且呢会带着你一起 但是如果这个女生 喜欢去青巴之类的地方 情况呢会复杂一些 在这些地方喝酒的女生呢 既有渣女 也有真正热爱音乐的好女生 如果你喜欢的女生 喜欢去蹦滴酒吧 每天都去卡座上玩 抓手指传纸条 那你就不要有任何幻想和侥幸心理了 这种女生呢 你们也不必对她有过多的期待 玩得开心 互相提供好的体验就可以了 第三个 你可以和这个女生聊一聊 其他人的八卦 尤其是那些三观不正的事情 比如啊 出轨啊 接盘呢 如果这个女生再听到这些八卦 是没有反感 震惊或者颠覆三观的惊讶表情 那就代表她对这些事情 是可以接受的 甚至可能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她们经历过那些 毁三观的事情之后 就再也装不出 对这类事情震惊的状态了 即使想装 也装不下去 所以仔细观察细节 你一定能够发现破绽 第四个 看这个女生和你在一起后 愿意多快和你打扑克 如果她很快就愿意 那就说明在她的潜意识里 正快打扑克是符合她的三观的 如果她过去的经历比较简单 家教也比较好 她可能接受不了随便和一个男生打扑克 而且呢会非常抗拒 甚至觉得你不尊重她 那些接受程度较高 比较快的人 自然也是经历比较丰富 相对不那么简单的人 第五个 看这个女生的社交动态和她的社交能力 在微信上 每个女生呢都喜欢发自己的照片 正常的女生分享自拍和生活照 是很正常的 大家都希望脱单嘛 展示自己的优点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这个女生喜欢在朋友圈 或者是社交圈发黑丝照啊 擦边照片啊 视频啊 发一些诱人的文案 她的社交动态就完全开放了 吸引男性的效率非常高 只要她想玩 每天都会有男人约她出去 在现实生活中呢 经历比较简单的女生 可能会保持较为合适的距离感 给人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而社交能力完全开放的女生呢 和任何一个男人聊天 都能够聊得很开心 甚至主动过来招惹你 这样的女生已经不是简单的断位了 只要她们想 她们可以轻易的和任何一个男生 拉近关系 如果你想认真谈恋爱 谈对象结婚 就别考虑这样的女生了 你们不合适 第六点 看她的闺蜜 女生对闺蜜的要求还是挺挑剔的 如果彼此三观不合 是绝对走不到闺蜜那一步的 一个经常在酒吧蹦迪 喝酒抱抱摇 抓熟食的女生 肯定和那种图书馆里面 考研考雅思的女生做不了闺蜜 比如女生在酒吧喝多了 首先想到就自己的人肯定是闺蜜 如果两个人作息时间都是反着的 即使本来是闺蜜呢 如果其中一个人开始乱起来了 而另一个人没有变 那闺蜜关系也会结束 所以我们就去看 这个女生的闺蜜是不是正经人 如果闺蜜不是 那你就不要相信她的鬼话 什么出于你而不然呢 不可能的 如果你想学习一个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信任上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让我来帮助你 如果一些亲爱的朋友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几位 请跟我的最新联系放手 拜拜